我现在站在C位了 大家好 我是张雨琪 我这个人啊 其实平时就是一个非常喜欢看脱口秀的人 国内外的比赛我都爱看 我特别喜欢直接的表达 就是比如今天 如果我觉得这场不好笑 我就会告诉人家 一个人有什么不足你不告诉他 那你不就是害人家吗 你说人家这手机做的 他就明明做不了手机 你还非鼓励他说你能做 结果现在连飞机都费劲了吧 说我呢 说我呢 听不出来了 说我呢 听不出来了 说的是我 说的是我 李淡 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很红的 起缝了 心想呀 这有几个男人敢在我面前起缝啊 带哥呢 是在我面前特别老实的 都不敢大声说话 姐 帮忙念个广告呗 我说我为什么要念广告呢 我说我又不缺钱 他说但是我们缺呀 而且中国也缺好羊奶呀 什么是好羊奶呢 他说蓝河绵羊奶啊 全羊乳配方 好羊出好奶 好奶选蓝河 我说蛋哥 你真是变了 他说对 我是变了 但是好羊奶永远不会变哦 今天我听说就是 来了很多脱口秀的演员 他们在之前备赞的时候 非常的紧张 对待比赛也非常的消极 觉得喜剧是不可以拿来比较的 为什么不能比 能比 李淡就是不如周星驰 我觉得能比已经很荣幸了 比赛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现在就很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个 对吧 对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那个节目 就那个节目啊 风浪很大的 然后我们那个团呢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团 跳舞从来没跳棋过 就舞蹈老师每次进来的时候都说 哎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谁练不好 谁都不准回家 然后八个小时过去了 老师看着我说 雨淇啊 你努力一点 老师真的很想回家 所以老师 舞可以乱跳 话不可以乱讲哦 这个舞台我是觉得 还是非常能够激发人的斗志的 虽然我也没有什么舞台经验 但是我一上那个舞台 我野心就来了 我就特别特别想要赢 而且我就特别喜欢站在C位 终于有一回 这导演就跟我说 雨淇你今天可以站在C位了 但是ending的时候呢 你得跪着 哎 我就说 没问题啊 然后就看到旁边的人全都是 咔 腿一下到不这儿 咔 手一下举到这儿 然后我就哐当跪在那儿 就好像对全世界在道歉 对不起 姐是C位 所以我就是很羡慕你们这个比赛 你们这个比赛 根本就不用争C位 你们台上就一位 我是觉得这个幽默呀 还是很需要这个人的内心强大 去支撑的 你看这些选手往这儿一坐 看看啊 都还没观众好看 你再往那边一看 两位导师 李淡 罗永浩 对吧 你这儿就明白了 好看的是观众 普通的是选手 丑的是导师 然而呢 我一会儿还要和他们坐在一块呢 真幽默 这个幽默呀 还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态的 所以我现在心态比较好 现在谈起我的感情呢 我的状态都是比较open的啊 外国的朋友经常给我开玩笑 说你这没什么 你这不离三四婚都不能进好莱坞 我和他们聊完之后 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我的婚姻了 我现在比较担心好莱坞 我更担心 我很快就能进好莱坞了 然后很多人都说 这个恋爱呢 是不能看外表的 大家要看什么 这个那个的 最重要的是要看灵魂 就我这个外表呢 就是被我的灵魂给拖累了 我看男人的眼光 不是很好 男人看我的眼光 更不好 有人跟我说 你的灵魂很丰满呀 我说哥哥 你确定看的是灵魂吗 说回正事 咱们今天是来比赛的啊 大家呢 我觉得就是别紧张各位啊 大家都不要害怕比赛 因为呢 其实比赛就不要怕输 就像我在那个节目一样 我就全力以赴 你尽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因为输就输呗 我的本职工作 也不是唱歌跳舞的 所以如果你们在 脱口秀的比赛上输了 那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各位选手们 造起来吧 谢谢大家 我是张雨琪